这个故事的名字叫老家的故居 一名活跃于上世纪 抗日时期的蒋姓的陆军上将 他在死了之后留下了一栋洋房 洋房呢 加上外面的花园大概能有一千多平方米 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 就不断的有关于这栋洋房闹鬼的传闻 最初是从一对守房的老夫妇开始 蒋上将在一九六七年与北京病逝 他的女儿移居到香港加拿大等地 所以他的故居曾经空置了一段时间 对于一对无孩无房的老夫妇来说 美其名曰说是守房 其实这跟墙站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因为老夫妇的景况也令人同情 所以也没有人提出疑议 这老夫妇入住了不久 怪事就发生了 首先是丈夫得了奇怪的病 全身动不了 并且呢 一个劲的叫疼 但是问他哪疼 他就说不出来 就这样过了大概一个月 死了 丈夫死了 这妻子呢 就终止是胡言乱语的 说丈夫在下边寂寞 想自己过去陪他 没过多久 他也死了 老夫妇死了之后 这故居又控制了一段时间 在故居旁边的一所小学 乡村里边的野孩子都贪玩 经常在课间的时候 溜进洋房里边去玩耍 而洋房里最好玩的地方呢 那就要数那底层的地道了 故居的建筑风格挺诡异的 无论是花园的围墙 还是洋房的外墙 都是用红的很鲜艳的石砖 砌成的 从远处看过去非常醒目 但是从近处看的 却感觉到怪怪的 而更怪的是呢 那底层地基有很多 长约半米多的方形的洞口 从这些洞口能够钻进 小洋房下四通八达的地道 对小孩子来说 这些地道 无疑是最好玩的游乐场 白天钻进地道里边是挺好玩的 晚上钻进去 那就更刺激了 可是之前一直没有人尝试过 毕竟地道嘛 在晚上是伸手不见五指的 小学四年级以上的班级 都必须要上晚自习了 有天晚上停电了 这校长不在 又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电 所以老师们呢 也不敢随便的让学生们放学回家 就让他们到操场上去玩 要知道 当时的通讯极其不便 那固定电话也不强见呢 那手机就更别说了 要是呢 找人 基本上是靠吼 一群孩子在一起疯玩的 当然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了 那闹腾了一会之后 他们就打起了洋房地道的主意了 不知道是谁先提出的 在地道里边玩捉迷藏 反正呢 大家伙就是一拍即合了 当时一共是九个人 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我们用剪刀石头布的方式来决定谁当鬼 我的小时候运气特别的差 或者说 我的反应比较迟钝吧 所以 差点就要当鬼了 幸好还有一个比我还笨的 叫小庄的女孩 她只会出剪刀 她每次都这么出 我再笨 也不会输给她吧 小庄趴在墙上 开始从一数到十 我们就在洋房里边乱跑 其他的呢 本来想钻进地道的男孩 看见我跑进洋房了 也都跟了进来 虽然之前约定的 就是在地道里边玩 但是我们耍赖也不是第一次了 只是没想到这次耍赖 却救了我的命 跟着我跑进洋房的 一共有四个男孩 其中有两个 跟我一口气跑到了顶楼 就坐在顶楼一处 岸角里边聊天 另外的两个是小勇和小乔 小勇的胆子大 是出了名的 所以他没跟上来 拉着小乔在洋房里边探险 我和三个在楼顶上边聊天 聊着聊着 就把桌面藏的事给忘了 直到放学的钟声响起来 我们就各自回家 补充了一句 那上下课的铃声啊 都是人用手去敲的那种钟 所以呢 跟停电不停电 没有任何的关系 直到第二天上学的时候 我才知道了昨天晚上的事 小勇和小乔 在洋房里边探险的时候 竟然见到了一只长蛇鬼 因为小孩的形容能力有限 只是说了 一只舌头长得 藏得都搭了地上的长蛇鬼 小乔当时又吓晕了 小勇胆子大 咬了牙 眼睛只看着地板 硬是把小乔给拖出来了 而小庄到底看见什么了呢 谁也不知道 因为他的父母只是在地道里 找到了他的尸体 尸体脸色发青 他在死之前应该是受到了惊吓 另外的三个女孩子 见着男生都跑进洋房了 所以他们也没钻进地道 只是躲到了花园的荔枝树后边 那么也就是说 昨天晚上只有小庄钻进了地道里 之后校长就禁止我们到那故居去玩 其实用不着禁止 也没有人敢去玩 后来我们小学兴建了新校舍 而且呢 还有控制了很多的雇居 改成了出租 旧校舍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但是雇居却是怪事不断 那租房子基本上都是民工一类的 白天工作劳累 晚上一躺下 就开始打呼噜那种 可是租住雇居的人 还没住上一个月呢 竟然全都搬走了 连押金都不要了 对收入微薄的阶层来说 两三百块钱的押金呢 也不是小数目啊 民宗搬走的原因 传说是因为那老夫妇的鬼魂作怪 不管是真是假吧 之后再也没有人敢走进那个故居 大概是十年前 镇政府开始重视文化遗产 把这破旧不堪的故居 被修正翻新了 本地人呢 是不敢在故居里边过夜的 所以这镇政府就安排了一名外地的员工来守夜 但是第二天呢 这名外来的员工就不干了 他说 他夜里边看见了蒋上将的半身实相 他眼睛会动 他走到哪儿 他眼睛就看到那儿 到现在为止 故居晚上仍然是没有人看守的 虽然说那里边摆放了不少蒋上将生前用过的珍贵文物 可是也从来都没有被偷过 我带朋友到故居去参观 朋友说啊 到底层的通道呢 那应该是为了使洋房里边更加凉快 才建造的 原理就好像是电脑芯片上的散热片 的确那洋房里边呢 明显比外边凉快的多 我又问他闹鬼的事情 他就说 这洋房啊 建成这样 不闹鬼才怪的 外墙上红得像血 形状又四四方方的 不像是一个大棺材 最容易招惹那些游魂野鬼了 最要命的 还是底层的通道 那里边中年不见阳光 加上花园里边又全都是百年以上的荔枝树 花多树多 就使得里边的湿气 烟气气声 那自然呢 就会影响到活人的大脑 产生幻觉 那也是正常 那 那为什么蒋上将在生前的时候 没有闹过鬼呢 蒋上将荣马一生 意志肯定比常人坚定啊 对于游魂来说呢 他就是一团火 遇到他 逃 还逃不及呢 哪敢招惹他呀 有他在 那比高僧开过光的佛像都管用 但是他一走 这地方马上就变成鬼窝了 蒋上将叫什么名呢 我就不说了 反正他在中国近代史上 占有一定的位 不但是一位抗日名将 建国之后吧 他还当选了全国常务委员 有兴趣的朋友呢 你们可以去研究一下 至于他的故居 至今尚保存完好呢 并且对外开放 不过 只限白天 白天的故居参观 没什么意思 就算是钻进了底层的地道里边 也不会发生怪事 可是晚上就不一样了 单单是在外边看着 就感觉到阴森森的 那十多棵百年以上的荔枝树 把洋房包围着 那看起来就鬼影重重的 哪大一点的呢 你们可以爬到围墙上往里看 从一楼的窗户看进去 正好可以看见蒋上将的半身石像 你认真地看一会儿 就会发现那石像的眼睛 似乎真的在动 你要是不怕死的话呢 你还可以爬进去 反正没有人会抓你的 那个地方晚上又没有人看着 哪怕你把里边的东西都拿走了 也没有人妨碍 因为那个地方周围已经早就没有人住了 那故居 百米之内的房子 基本上都是空的 不过虽然近年治安越来越差了 这故居 他就一次东西都没丢过 好了 这就是老家的故居的故事